宋雨琪,1999年出生于北京,2018年5月,随韩国组合发行首张专辑《I am》,并在首尔举行出道首秀,从而正式出道。 2019年4月,作为常驻嘉宾参加浙江卫视《奔跑吧》第三季,并与跑男团成员合作,演唱了主题曲《造一万吨光芒》,从而正式在国内亮相。 2020年4月,宋雨琪升级为《奔跑吧》第四季固定主持,2021年5月,宋雨琪又作为固定嘉宾参与了《奔跑吧》第五季的录制,之后,宋雨琪变不断在国内各种综艺节目亮相。 8月,宋雨琪参加的真人秀《爆裂舞台》在大陆完成首播,9月,宋雨琪又参与了真人秀《我们恋爱吧》第三季,10月, 宋雨琪参与的《2060》在中国大陆首播,11月,参加的综艺节目《追光吧》播出,宋雨琪作为一个新人,在韩国出道不到一年,之后便能在国内连续接到《奔跑吧》,《我们恋爱吧》等,这样的大型综艺节目, 和杨颖、李晨忠声带新星,甚至唐国强等老一辈艺术家同台竞技, 这看红的速度不得不让人震惊,甚至一度有不少网友质疑,其背后有金主撑腰。